大肠息肉发生癌化的状况 与息肉的大小和形状有关 大肠息肉是在大肠黏膜处长出的突起物 其形状有圆形、扁平状等等 从食道到直肠都可能会出现息肉 而生长于大肠处的就称为大肠息肉 而线性的大肠息肉最有可能恶化为大肠直肠癌 大肠息肉一般来讲最常见的有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所谓的线性息肉 第二大类叫做增生性息肉 第三大类叫做发炎性的息肉 后两者也就是说增生性息肉跟发炎性的息肉 并不会转变成恶性肿瘤 第一大类叫线性息肉 这一类的肿瘤 它就是因为我们的直肠或是大肠的粘膜 不正常的增生 那这样子的增生 时间久了以后它就会癌化 甚至转换成大肠直肠癌 那因此我们在诊断上 特别针对线性息肉 一定要做一个立即的处理 那有这些大肠息肉的病人 通常不会有症状 也就是说这一类的病人 其实它通常是做大肠镜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 那只有少数的病人 当席肉长到一定的大小 或甚至这个席肉已经有癌化的 一个转变的时候 它才会可能出现出血的症状 那少数的席肉 尤其长在直肠的席肉 当它大到一定的大小的时候 甚至可能从肛门跑出来 这是比较少见的 那因此也就是说大肠的席肉 不管是哪一类 通常不会有症状 在台湾 因为饮食的精致化 加上食物纤维摄取较少 因此罹患大肠席肉 与大肠癌的人数逐年增加 若有不明的腹痛腹胀 就要及早接受检查 才能够早期发现与治疗 法界新闻五庸区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